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再跟大家解释怎么去看你的指甲花粉染发剂有没有做完染料释放 而通常调制完染发剂以后呢 等候大概8到12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的指甲花粉的染剂释放就会完成 那如果说想要知道怎么去看你的染剂有没有释放 这一篇文章也有提到如果你的染发剂已经有两层颜色 上面比较深 下面比较浅 这个就是已经完成的染料释放 那通常我们是不建议说用微波炉去做解冻 或者是高温烹煮henna 因为henna在40度C到60度C的这个环境底下呢 它一个小时就会完成这个染料释放 那接下来呢 在高温的这个状况下 henna也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染发的功效 所以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有效 最好都是放在室温的这个状况下 去让这个henna能够做染料释放 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看我今天早上从公司的冷冻库 拿出来的henna 大家可以看到 嗯 现在已经大概过了6个小时 可是这个henna还是没有完成染料释放 嗯 因为我有做隔水加热 我估计可能是被我给煮了 嗯 那所以这次可能染发效果不会太好 hello 结果出炉 我对这一次的染发效果非常的满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啊 浅儿本来有很多白头发 然后现在都被遮盖了 嗯 我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染发效果 那这一次我的粉啊 其实已经有点忘了是 哪个品牌的指甲花粉 我记得应该是Rambo Research的桃红木星色粉 嗯 可能还要混加一些其他的颜色 那我添加的是这个红茶 然后也有加柠檬汁来做酸化 我混合均匀以后我就把它放进我们公司的冷冻库 然后直到今天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有把它再加一点三果子粉 三果子粉 因为如果添加这个三果子粉的话 是增加它的护发效果 嗯 我这一次没有添加这个橄榄油 嗯 那其实我有看过一些文章 它有说 添加太多的一些这些 额外的这些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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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这段时间染发的心得 觉得指甲花粉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染剂 我会建议说如果你不想要只是染成指甲花粉这个红色 你想要把它弄得比较深一点 那你可以这个以指甲花粉为基底 然后再加上木兰粉去调合成更深一点的颜色 要不然如果你喜欢浅一点也可以就是再加点姜黄粉去调成浅一点的颜色 也就是说我的心得是觉得说不要直接用木兰粉 也不要直接用姜黄粉 最好就是以这个指甲花粉为基底 然后另外再去调制成你自己要的颜色 好 谢谢大家收看